吴奇龙和刘诗诗的婚姻一直都被大众关注 外界时不时就会传出两人婚变的消息 尽管当事人一直辟谣 在社交平台也正常分享生活动态 但网友们仍然觉得两人走不到最后 如今吴奇龙和刘诗诗的婚姻又一次被放在台面上议论 据媒体报道 两人似乎因为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有了分歧 应该是在冷战状态 刘诗诗想要儿子待在北京生活 但吴奇龙却想带回台湾抚养 想要让和当地的人更亲近一点 而且如今刘诗诗也接了不少的电视剧和商务 将妻子和儿子留在北京 吴奇龙应该也不放心 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争执了很久 但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刘诗诗这段时间也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 他和刘宇宁的新剧在播出后 那些之前丢失的粉丝也逐渐找回 刘诗诗也重新找回了那种大女主的气质 而且有很多网友发现 刘诗诗刚结婚时总是一副温柔的样子 和吴奇龙共同出席活动时也非常甜蜜 如今婚后生子 重新复出 倒有一种女主回归的意思 这次刘诗诗露面 无论是从妆容还是造型 都给人一种比较腹黑的感觉 那种犀利的眼神总能够正视人心 跟从前的装造差别非常大 以前的刘诗诗都是走温柔路线的 像《仙剑奇侠传》中的龙葵 总是柔柔弱弱的感觉 但产后复出后 刘诗诗似乎也重新对自己 在大众面前的形象定位 不少网友都猜测 是否在生活中发生了什么 刘诗诗才会有如此表现 一个人的言谈举止 和他的生活经历和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想必他应该也是历经了一些什么糟心的事 才会一改从前的风格 一霸气的形象露面 有媒体透露 刘诗诗和吴奇隆两人已经冷战很久了 主要原因就是孩子 毕竟一家人还是要生活在一起 但圈内人的工作性质 就是不允许他们有别的选择 如今吴奇隆已经52岁 刘诗诗才35岁 两人之间的年龄差 也注定了他们观念的不同 如果在北京生活 那孩子能够接受的教育无疑是最好的 他们在经济上从来都没有困扰 就算是在北京开销大典也是九牛一毛 因此肯定不是因为金钱有的矛盾 吴奇隆随着年纪的增长 想必也更期盼那种归属感 他早年间就在台湾发展 在当地也有很多亲朋好友 想必他是愿意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 停捧淡淡的生活 但柳诗诗结婚五年才35岁 这个年纪在娱乐圈也不至于被淘汰 反而如果阅历增加 演技也经过岁月的沉淀 更容易塑造出好的作品 柳诗诗和吴奇隆在事业上的方向不同 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 对于城市的归属也不相同 而且如今他产后付出 身体自然是已经完全恢复 但吴奇隆的母亲则认为 趁着这个年纪赶紧要个二胎 而且也希望他能够将自己的重心放在生活中 多陪伴家人和孩子 刘诗诗在婚后已经显少露面 生孩子更是耽误了他的大好时光 如今好不容易付出 又一次遭到婆家的阻拦 他们还想将孩子带回台北 想必如今刘诗诗的糟心事也不少 如果像唐嫣那样完全回归家庭 出了少数的代言和活动 几乎停止了工作室的营业 很多事业粉自然是不乐意 毕竟他们这个年纪一定要抓住机会 不然过几年就算是想再出来 也没有了年轻的资本 刘诗诗和吴奇隆的感情 从公布以来就备受争议 更别说如今又传出婚变 其实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积攒了很久 冷战的时间也不是一天两天 再加上婆婆的催生 想必也会让他们的婚姻生出嫌隙 2022年时吴奇隆还曾被爆料一条新闻 新闻是这么说的 一位知名大龄男性表面上和老婆十分恩爱 私底下部中成了女助理 两人经常按搓搓穿情侣装出现 这是来自张小涵的漫画爆料 从张小涵的爆料中可以得知 早年间吴奇隆有一位相伴多年的经纪人 吴奇隆对其十分信任 一度将财务大权交付给对方管理 张小涵还此地无银三百两 配的图片跟吴奇隆和刘诗诗当年的婚纱照不能说一模一样 简直就差指名道姓 其实谭美也曾爆料过两人婚姻的消息 甚至扒出吴奇隆与女经纪人身穿情侣装 情侣鞋的照片 还有网友暗示 他们在2014年已经在一起 更有知名媒体报道 当初吴奇隆与玛雅书分手时 这位叫任月的经纪人就曾多次公开怒斥玛雅书 为难方鸣不平 后来吴奇隆离开画意 让任月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自己创办的新公司 两人患难与共 感情非一般人能比 还有摄影师爆料称任月曾被叫四福靖和嫂子 两人的感情已经是圈内皆知 传闻愈演愈烈 就在粉丝们都开始坐不住的时候 这两人终于联合辟谣了 两人先是怒斥外界军心不良的造谣者 再亲自转发了律师声明 刘诗诗更是明确表示 两人一直都很好 而吴奇隆也在文案中提到生活是自己的 本来不想回应这些谣言 奈何这些不实传闻已经严重干扰到自己与家人的生活 所以不得不做出回应以正视听 虽然娱乐圈的辟谣时常被打脸 但这次看起来确实是子虚无有 而在两人辟谣之后 外界也确实消停了一阵 但这次婚姻的传闻又卷土重来 而且不得不说 好像确实有那么点当真的意思 是这样的 2022年2月10日是刘诗诗36岁的生日 当天很多与刘诗诗表面联系很好的女星都先后为其送上生日祝福 利用妮妮、叶青等 足以看出刘诗诗诗四下的人员还是不错的 但问题就是 这么多好友都送上了祝福 却唯独缺了吴奇隆的身影 当天的吴奇隆其实还上过两次微博 甚至还发了一条宣传微博 但就是对老婆的生日没有任何表示 还有眼睛的网友发现 在刘诗诗晒出的切蛋糕照片里 手上的婚戒竟然也摘掉了 对于这种老婆过生日 老公都不表示的情况 不少网友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还去仔细查看了吴奇隆此前发给刘诗诗的微博 发现他们这几年互动都很少 还有网友们当起了福尔摩斯 发现刘诗诗是在国外庆生 一些地址也有所变化 从截取的他与吴奇隆依序属地能看到 刘诗诗的显示意大利 而吴奇隆的则是台湾 生日不表示就算了 竟然一个在国外 一个在国内 于是关于两人分手的传言又不进而走 还有看似知情的人透露 两人还没分居分手 但确实有些小矛盾 接着 又有媒体爆料称 刘诗诗和吴奇隆已经签了秘密分手协议 只是为了孩子还没官宣 那么两人又为何吵架呢 据媒体透露两人吵架的原因就是孩子 据悉刘诗诗想要儿子待在北京生活 但吴奇隆却想带回台抚养 想要让和当地的人更亲近一点 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争执了很久 但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还有传言称 两人的感情早就已经不对劲 因为年龄的差距 婆媳的勒矛盾和二胎问题 甚至还有说吴奇隆不想刘诗诗再抛头露面 但刘诗诗不肯的 其实这种看似离谱的说法也不是无凭无据的 曾有粉丝称半年来都是刘诗诗一个人带娃上班 丝毫不见孩子他爸的身影 女方辛辛苦苦养娃 而南方在各地游览大好河山 还有人激情爆料 孩子从出生开始就是妈妈带 拍戏都带着娃在身边 连粉丝都这么说了 咱就是说还真有点可信度啊 当然 甜蜜的场景也是有的 实际上媒体曾多次拍到了一家三口亲密出行的场景 箭头中的吴奇隆依旧对妻儿体贴入围 一家三口与普通幸福家庭一样温馨有爱 其实看到这 也不好做什么判断 但说句不该说的话 这俩的婚姻难度 其实还是有点大的 有人分析 吴奇隆虽然少年成名 但其实早年一直替付还债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承担的压力不可谓不大 也间接造就了他的性格 比较隐忍 又责任感 又完美倾向 能吃苦 但不太善于表达情感需求 再加上台和北京两地的文化差异 51岁和34岁的年龄差异 投婚和二婚的婚姻差异 从大S他们这些分手案件看来 要说完全没有矛盾 其实也很不现实 但两人结婚五年 其中大概有三年的时间 都在冷战闹矛盾 长时间的不联系 也让夫妻俩变得冷淡 吴奇隆和刘诗诗观念不同 育儿方式也不同 生活在一起 应该是彼此忍让和包容 但如今两人生活越来越久 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如今甚至传出了婚变的消息 冷战三年也都不妥协 刘诗诗如今的装造眼神犀利 完全负黑女主的样子 实在引得人浮想联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